俄罗斯苏凯34型战斗机在训练时 撞上亚苏凯城市耶伊斯克的住宅区 从远处看火球吞没了住宅区一栋九层楼的公寓 空中还听到其他战斗机低空飞行 评估回报战机撞上民宅的状况 地面上全耶伊斯克的消防队都赶到现场抢救 临近火场的中学也紧急撤离世生 俄罗斯国营电视台表示 坠机意外发生在飞行训练过程 飞行员一起飞时就回报塔台说 战机有一具引擎起火 没多久火势烧往了燃料箱 飞行员紧急弹射逃生 最后战机撞上民宅 大批燃料倾泄而下 造成民宅死伤惨重 初步估计有17间住户被波及 火势扑灭之后 检警和军方展开刑事调查 辨认罹难者身份 普丁总统全程掌握事件前因后果 并指示提供受灾民众一切协助 尽管俄罗斯军方表示 事故原因是因为战机的引擎起火 但是因为普丁部分动员引发民怨 甚至发生新兵开枪杀害同袍的事故 加上这次军机撞民宅之后 俄罗斯国家调查委员会 立即派人和军方进入坠机现场 深入调查反而起人疑斗 怀疑事情可能不像军方所说的那么单纯 华氏新闻章片编译 哈喽大家好 我是乃鱼 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 第一个华氏新闻的脸书专页 你按赞了吗 还有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 赶紧订阅起来 还要记得按赞 开启小铃铛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